最近在两岸关系上的大消息呢 就是一名台湾到大陆去旅游的年轻男性 他失踪了 就是画面上的这一位22岁呢 大学刚刚毕业的郭同学 他上个月呢到大陆上海去 抵达上海之后有跟家人做联系 之后他说要转往安徽的合肥 但是呢之后呢他就跟家人失去联络了 他家属非常紧张 在社交平台上面呢发文来求助 不过现在国台办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们说呢这名郭敬男子 他因为涉及了诈骗案 所以在当地呢要依法来做调查 不过也强调呢侦办过程当中 绝对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 不过他目前到底人在哪里呢 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交代 不过现在呢我们的方面 其实透过海机会呢 已经去韩给大陆海协会 希望能够来帮忙的协寻他 或是能够透露一些相关的讯息 来让家属呢比较放心一些 来确定呢他现在呢人是平安的 不过两岸之间有没有一些 在这个电子通讯上出现叠对叠的情况呢 因为像中国大陆呢 他们的国安部呢就指控 駭客组织聂名者64多次駭入 他们的一些相关网站 而这个组织呢背后他们怀疑呢 就是台湾的资通电军 不过资通电军也回应说呢 这个说法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还反批呢对岸才是破坏和平的 始作俑者 S平台上匿名者64 曾秀出駭入昌北机场 武汉大学让这些地方的电子荧幕 出现中共屠杀学生打压人权的画面 都是他们的网络攻击成果 现在却被认为跟台湾有关 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发文称 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64 不是普通骇客 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 网络战联队环境研锡中心 专责对陆发动网络认知战舆论战 这个要请他拿出证据啦 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的良性的互动 是没有帮助的啦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也提醒必须要加强防卫 中国大陆国安部还点名 三名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 有名字有照片 要针对这三人立案侦查 也是中共六月公布 惩治台独意见之后 首批遭中共依据该意见 立案调查的国人 但是台湾国防专家指出 资通电券成员向来保密 中共做法是参着美国CIA 公布了中共网军名单 企图学美国就是这样的做法 来展现他有能力 进行逆向的追踪 来进行一个心理战的一个效益 近期的一些活动 其实都是应对国际监队台湾的支持 台湾的自通电军 是从中枢指挥部改编为网络战联队 在组织调整 主观从上校提升到降级 被共军认为是台湾的第四军种 自通电军为证实被公布的三人身份 只回应共军是破坏区域和平的始作俑者 我们强化国防网络 确保国家安全 TVB的线 崔壮群陈佑文台北报导 讲到国家安全呢 西方国家当然很敏感 而您还记得吗 八月份在意大利发生的这一起 游艇翻覆的意外 现在被很多人质疑 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阴谋论呢 因为当时呢 这一艘游艇叫做被试号 它在意大利沉没 那船上有七个人罹难 当中也包括一位有英国版比尔盖茨称号的富豪 他叫做Lynch 他跟他的女儿呢都双双丧命了 正在传出呢 他身上当时带着一些跟西方国家有关的机密的资料 藏在他的硬碟里面 因为这位科技大亨呢 他其实透过了很多他旗下的产业跟公司呢 跟西方国家的一些情报机构 其实都有一些联系跟关联的 而熟悉他的人说 他其实不太相信云端福顾 所以每一次如果要出海航行度假的话呢 都会把一些机密的资料 放在硬碟里面随身带着 那很可能是放在呢 这个游艇的一些安全的空间里面 现在呢既然呢这个游艇翻覆了沉没了 这些资料可能也都沉入大海当中 整件事情非常离奇的地方在于 他是8月19号呢 因为这个游艇翻覆身亡的 而就在同一天也在8月19号 他的公司的合伙人负责公司财务的高层 也在这一天发生车祸身亡了 这个单纯只是巧合吗 还是背后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呢 让很多人开始想要调查个清楚 那刚刚讲到的这个硬碟 现在西方国家呢 当然会想要取得如果真的藏着什么机密的话 不过整个搜救任务呢打捞作业到现在 其实没有发现太多罹难者的个人物品 也没有找到所谓的硬碟 当然呢整个残骸还没有完全的被打捞起来 所以意大利当局就说了 他们要求必须要保护这个残骸 也要仔细调查传难的原因 也不希望因为呢 外面的这些捕风捉影就影响到 他们跟西方国家的关系 特别这个残骸现在呢 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焦点 当然我们讲到其实大企业嘛 毕竟呢 可能在这个经营管理上都会碰到一些困难 现在来看呢 是一些大企业他面临到的状况 是跟员工之间都起了纠纷 像是亚马逊之前说呢 今年年底就要结束所谓的work from home 居家远端办公的政策 而且大家都回到办公室 就引发了一些员工的不满跟反弹 另外呢 则是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三星 他们在印度的工厂呢 月初呢 员工上演了大罢工 希望呢 可以要求加薪 不过现在看起来呢 整个示威的这个结果呢 是都被否定 甚至工会还被三星提告 身穿制服高举旗帜 他们都是三星电子 在印度的工厂员工 打从9月9号就丢下手边工作 要求更高薪资 并承认工会的合法存在 在南部这间工厂约1800名员工当中 有1000多人参与罢工 如今不但谈判不成 三星还对工会提告 要法院发布禁令 以制止煽动工厂员工 罢工的成员 积极吸引外国投资客的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关注 三星则试图尽快息事宁人 因为这座距离大城市 青奈约40公里的制造厂 专门生产冰箱洗衣机等电器 也是三星在印度唯一一家家电厂 占每年120亿美元印度营收的三分之一 另一间位在北部的智慧型手机制造厂 则不受影响 同样挺身争取权益的 还有欧洲知名车商的员工 集奥迪的比例市场超过5000人 上街抗议这间德国车商的官场计划后 奥迪的母公司福斯集团 接着传出要大砍三万份工作 报导这项消息的德国商业月刊经理人杂志指出 福斯将在中期进行裁员 并打算将未来五年的投资基金 删减到1600亿欧元 报导一出福斯发言人出面否认 同时引来当局的关注 上周五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造访福斯 在西北部艾姆登的一间工厂 表示想帮助福斯挺过这段 能够顺利删减成本 却又不关闭工厂的时期 但哈贝克也补充 政府能帮助的有限 绝大部分考验还是必须由福斯自己解决 另外这个高呼更公平合约的一日罢工场景 发生在美国宾州的巴克斯县 这个工会共300多名成员 把县政府办公大楼团团包围 发动史上第一次罢工 他们都是为民服务的劳工 横跨了紧急救难 而少服务到心理健康协助等 同样心灰意冷的还有亚马逊的员工 上星期这家科技龙头宣布 从明年起取消居家办公 也就是把目前一周三天进办公室的政策 回归到五天 跟进高盛集团 摩根纳通等大企业引发反弹 亚马逊执行长贾希指出 同在办公室带来的好处非常多 包括让团队间更容易互相学习 做榜样练习和强化企业文化 根据最近一份盖洛普调查 混合工作模式带来的最大挑战 是取得较少的工作资源 与公司文化的连结也较少 但调查也发现 圆端或混合工作的员工 敬业度却比实体办公还高 另一份史丹佛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 每周居家办公两天的员工 生产力不变 且更不容易离职 劳资双方的不理解与矛盾 在疫情后深化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